你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女儿? 谈我的女儿? 你怎么教育她? 你对她的什么期望?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比较。 你们当时在法国,两个人都要创作,在这种环境下,带孩子是不是很辛苦? 怎么说,自己带孩子肯定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我们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已经36岁了,才有了黄炎,好像是最后一刻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说,我们该要。 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带的,而且是比较辛苦,但是黄炎也特别的安静,特别乖。 所以还是算是最好带的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很好带的一个孩子。 我觉得,怎么说,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比较,一个是我们当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比较艰难。 有黄炎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个废弃的医院里头。 所以。 不是我去过那个地方。 不是你去过。 那已经是市政府给我们。 因为有了黄炎,所以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属于市政府补贴的一个工作室。 就帮助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我觉得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就是,是他觉得他不是太重要。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方法。 让他觉得不是太重要。 那他觉得他不是太重要。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的孩子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比别人重要。 所以我觉得,能够放弃这一点,他就能够更容易面对困难和一些。 怎么说就是,他不会对困难感到有一种太大的压力或者什么。 而且我觉得,小孩还是,比如说他很早就学会客人来了。 给客人,很早六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要给客人泡茶,要给客人上一些饼干,上一些什么。 我就觉得他那时候就很会知道就是要为别人服务。 他曾经告诉我说,我想做个喜剧演员。 因为他也很喜欢喜剧,自己也喜欢表演。 所以他说,我做喜剧演员是为了让别人开心。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挺受感动的就是他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你觉得他这个想法怎么来的呢?是受你们影响还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受我们的影响,最近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属于那种比较低调,比较朴素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你带着像很多国内艺术家把孩子带着去开牧师, 那这种非常热闹啊,这种场合啊, 然后人家对你们艺术家肯定都是很赞赏啊, 什么开牧师上的这种,就是赞赏崇拜的这种话语,他也能听到。 那这种对他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 没有吗? 我觉得好像皇爷没有,没有觉得好像他的父母是比较重要的。 没有觉得是特殊任务? 没有,从来真的是从来没有。 我记得他在六七岁的时候,来看我的展览的时候,他就开始评价了。 就是你的这个作品还是可以的,那个作品是不好的。 他可以非常直率地,但是我觉得他的评价有时候还是挺正确的。 那是不是因为? 就是他可以做到非常的。 比如有些想法,他就直率地告诉我们说, 你这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平庸,或者什么,他就会对我,或者对他爸爸,他都可以。 他都能直接的。 那就是他的理解,也聪明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那么巧就有判断力,能够说,你这个作品平庸?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出名,应该说小孩都有这种直觉。 我记得林天苗曾经告诉我说,他的儿子有时候也会自在地告诉他们。 但他们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头,他们应该是从很小开始对艺术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 看得多了之后。 看得多了之后。 但是有的孩子,我真的对他父母很崇拜,比如说如果是艺术家,他就很少能够有,要有批评的能力,其实也不容易。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女艺术家,这个孩子和在你生活中的地位啊,和你的自己的这个艺术创作比较。 你比如说有一个,如果有一个作品时间非常紧,但是为了做这种作品,你可能要牺牲一些,你孩子正好需要你的时间,在这种时候你权衡,你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对我来说还原非常重要,但是对我来,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尽量地培养他一种智力的能力,这种时候我可能真的选择我的工作,我让他自己独立。 比如说这次我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爸爸,能自己对付你的这个。 因为有时候,一个事业性的女性,包括艺术家在内啊,或老师,都会有这种。 我就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对我女儿特别遗憾。 就是他的小时候,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他身上。 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忙嘛,教书,就觉得事业第一。 如果我需要去工作加班,我就去加班,让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把门关上,让他在那里。 所以现在就觉得有点好像,有点遗憾。 就是,哪有那么重要呢?你的孩子当时需要你的照顾,需要你的关爱,你都没有能够给他。 当然,就是幸运的是,他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成长成一个比较健康,比较自己独立啊,自己能够去做决定,做成事业的人。 但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你会啊,后悔。 终生来为这个东西觉得内疚啊。 我就觉得你在,因为每个父母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你在,有时候我要去参加这样一个展览,但是女儿正好要考试。 你如果在家里能够陪他的课的话,这种选择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的选择。 比如说他这次,这次刚好是高中的预课考试,然后我就不得不到北京去做我的歌诈。 所以我还是去了。 因为我只能是信任他,因为反正我也知道,我的法语是不能,我和永平的法语都不能真正的帮助他。 我们俩所能做的就是,学校来张子,我们俩签个名字。 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在这方面真的是不能帮助他。 到反过来是他帮助我。 就我和永平在这方面真的是不能帮助他。 你自己是在家里是独生女吗?还是有兄弟弟吗? 对。 那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反过来说,你父母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 我父母也是属于事业型的这种父母。 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我在七八岁的时候,我经常是一个人在家。 就是父母都在打夜班,有时候我觉得非常恐惧,然后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灯打开。 后来就关上门,我就冲出去到路灯底下去。 反正我就有这种印象,我就非常深。 就是说,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把我往上带出去玩啊什么的。 我父母都是属于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我,我觉得这种教育,我很早就很,就比较懂一。 我十二岁就开始吵醒自己的事情,比如说自己买衣服,自己做饭。 七八岁我就开始学会做饭。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坏。 所以你对父母并没有觉得他想抱怨他们? 我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他们给我真的很多。 而且我父亲,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方法应该是很好。 我的父亲,我学画应该说是我父亲教我。 他也是画家? 他也是画家,对。 当时我学的不是苏联苏派的,我学的都是罗马尼亚的那种绘画风格。 为什么呢? 结构主义,因为结构加上线条,因为他不喜欢,他不喜欢苏联的那种画风。 他是哪里学的呢? 他是上海,他是在上海美庄。 那就比较早了。 他自己还是挺有判断力的,我觉得。 所以在泽美之前,我应该主要是跟我父亲学。 后来我在福州美术公司,我跟同事啊,跟老师也学了一些东西。 我学在那里,一年我学了不少东西。 之后就是泽美的教育。 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夫妻两个都是艺术家。 你们做作品的时候讨论吗? 讨论互相的作品吗? 当然,讨论。 很多讨论。 比如说你有个想法,你会跟他交流。 那肯定。 他有个想法,会跟你交流。 那很不错。 而且我们也是很严厉的。 我们应该也是很直率的,在很多想法上。 会因为这个吵架吗? 不会。 但是真乐有。 不至于吧,我觉得因为任何一个作品,比如说他的作品或我的作品,如果我觉得这件作品我不能说服我,我照样会告诉他。 比如说他觉得我这件作品,我不能说服他,他也会告诉我。 但是我们都只是听一下,有可能我们会做一些改变,有可能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在夫妻之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触摸我。 但是有没有,比如说,有时候展出的机会,或者会不会有一点竞争的这种。 因为也可能你可以做,或者这段时间你能够去做,你不能去做,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没有。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没有。 真的。 所以你们是应该是一个很配合的,非常好的这样一对夫妻。 对我们都比较,比较牵浪,我想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比较。 很模范。 也不会把这看得那么重。 没有说。 就比较和谐的这样。 对,比较和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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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